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下周行情如何走 特殊时期个股与指数的选择 美国HEBL1签证停发 IT公司受挫 首先来看一下时间 那么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2020年6月21号 那么今天是周日 之前我们说过周日的时候和大家更新一期节目 为了对大家表示感谢 订阅人数是马上到了5万人 所以提前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 那么今天主要是对于 在周末的新闻进行简单的梳理 同时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在下个星期会有一些操作了 把我的一些操作策略 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特别是我对于下周 整体大盘走势的一些预测 供大家来进行一个参考 好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把在周末发生的新闻 两条新闻非常快速的过一下 因为这两条新闻对下周 航情层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首先第一条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CDC的疾控中心的数据 在昨天和前天连续两天 单日确诊在美国的新增病例人数 都是突破了3万人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柱子 柱状图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边 这个增幅都是非常之大的 已经是高于4月30号 那个时候 4月30号5月1号到现在 有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也就意味着那个时候的低点 当时的低点现在已经是突破了 已经比当时在4月底和5月1号的 当时的确点人数还要多 整个的曲线我们看到也是一个上行 所以现在整体的疫情的状况 仍旧是不容乐观 当然咱们在上期节目里也谈到过 关于美国民众对于疫情的影响 对于市场的投资信息的影响 并不是排在首位 但是他们对于经济如何复苏 那么这个是比较关心的 当然我们说疫情的影响和经济的复苏 你是脱不开关系的 你不能够单独的去拿出来谈 疫情一定会对经济复苏的信心 造成影响 也一定会对经济复苏的走势 到底是V型 U型 W型 还是L型的走势 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这个我们在后边 会慢慢的能看到影响的爆发 所以大家仍旧需要去关注一下 关于CDC的数据 每天自己去追踪一下 情况 总体情况不是特别的乐观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在周末的时候 Trump这边是有一个新的行政令 还没有签署 但是他表示说很快就会签署 就是暂停会发放H1BL1签证 持续到年底 那么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想保护 目前整体受到疫情影响 比较多的美国人自己的岗位 因为这些签证的工作签证 都是对于海外的签证对象去发放的 所以你看包括H1BL1签证的签发对象 70%是为印度人 多数都是科技企业工作 所以如果一旦停发 那么对于科技公司来讲 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本土虽然能招到人 但是毕竟有的时候涉及到成本问题 有的时候涉及到公司的用人制度问题 等等 总之对于工作签证的停发 会对部分的IT企业造成影响 所以IT企业也希望 政府不要去停发签证 它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对于适合岗位人才的招聘 影响到经济的复苏 总体上对于科技公司来讲 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所以这条消息 这个行政令还没有签署 但是很快就会签署 因为按照川普的性格 既然他说出来了 那么后边我们知道 他很快就会去做 可能会在周一的时候 最快我们可能就能看到 相关的行政令的签署 所以这一点也是对于 目前正在复苏的经济 特别是对于科技企业 IT企业来讲 对于目前整个大盘走势 影响比较权重比较高的 这些企业来讲 因为IT企业科技企业 是成长性比较高的 而且同时也是表现整体比较好的 我们之前板块分析也说过 那么信息科技 信息技术这一块 都是属于大幅跑赢了大盘的 所以他们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 大盘的权重的影响 是一个火车头的作用 那么这种签证的停发 会不会对于企业的信心 对于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有影响呢 但我认为是肯定会有一些的 好说完了这个之后 这是新闻 说了以后我赶紧来说一说 关于我的整体的策略 还有我对于市场的一个理解问题 今天的标题里还有一个写到 现在到底是指数和个股 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的问题 通常我们在投资市场的时候 有几种选择的标的 对吧 要么你就是看好某一个行业 然后行业里边去选择一些个股 然后通过这些个股的选择 做长线布局也好 还是短线投机也好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很多会去选择指数 比方说你做的是指数类的基金 指数类的ETF等等 无论多空都是吧 这个都是对大盘的走势的 一个这种判断 不对个股做判断 这两种方式 其实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但是我们说在不同的情况下 不同的时机下 那么对于指数还是个股的选择 我个人倒是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首先说结论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选择指数 要比选择个股承受的波动性 会要小一些 也就是面临的风险会要小一些 当然你获得的收益层面 肯定也会要小一些 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 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我会这么去说 因为现在整体的个股 如果大家仔细去研究 很多的个股 从三月份的低点反弹以来 涨得非常的多 它是肯定是要跑过指数的 跑过整体指数的反弹的 那么在目前的经济面 和股市的基本面 这两个现在是脱钩的 这个我相信 凡是在市场投资的人都清楚 就是你现在很难 去对一个公司的个股 对它的整体的收益预期也好 未来的成长也好 很难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模型 因为现在的股价 已经反弹了这个样子了 那么这些股票 你说它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或者说它如果低 你认为它的成长性还有多少 或者你认为它高 它的回调幅度又有多少 不同的个股 不同的板块 咱们在上个星期的周末的节目里 谈过板块的强弱问题 不同的板块之间的 本身就是有强有弱 而且由于不同板块 不同个股 在每天的盘面行进过程中 包括像公司的消息面 行业的消息面 政策的影响等等 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动 而且是难以预期的波动 特别是在今年整体 基本面目前情况下 无法判断的情况下 是很难去把握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认为现在的个股 其实不好把握 就像我说的 你不知道它还会到新高以后 会到哪 你也不知道它如果不去新高 现在回调以后 幅度有多少的情况下 你去选择个股 除非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 非常好的行业 而且你已经研究的非常的透彻了 那么你作为一个长期投资来讲 分批去建仓它 低位去建仓它 长期持有它 像巴菲特一样长期的拿住 OK 那你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那你就属于长线的价值投资 你不太需要去关注 一个月两个月 还是说是一个季度的波动 你拿上几年就可以了 但这个市场上很多的朋友 其实都拿不了那么久 我们说过巴菲特可以拿上好几十个季度 对不对 非常长的季度 但是它可以拿上几年 十年 普通人拿不了那么久 所以在现在的行情 没有办法预期太多的情况下 个股上作为上涨幅度和下跌空间 都没有办法去准确去判断的时候 失真的情况下 那么更完全和稳妥的做法 应该是去做指数 因为指数在目前的情况下 它会更加的稳定 你的指盈和你的止损的幅度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容易去预测的 那比方说我吧 我在最近一直都是属于一个 在上周就做了一个美国运通 对吧 拿到了短短的做了一个day trade 一天内的一个trade 然后trade完了以后 拿了一个短短的利润就走了 但是我不是很常经常去做这种事情 我做的这种短线日内交易非常的少现在 但是下个星期开始 我会有一些想法在指数层面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认为在指数层面 目前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可控的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可以变成一个震荡式的一个区间 然后去理解这个震荡区间 就可以在这个区间之内 找到一些相对来说一些交易机会 这种交易机会 它偏短 偏短它可能是几天 或者一周或者两周 或者三周这样的一个交易机会 偏短 它不是说做一个长线的投资 因为长线的投资我说过 它我要等标普回到2700到2900这个范围 才会去做一个买多做多的一个动作 那好 那我直接进入正题 那我现在下个星期我准备怎么做呢 想做什么呢 我这里面今天预计 你看我上面写的有字 我给大家拿出两个标的来 是我准备要做的 都是指数 都是指数 一个是标普500的SPY的ETF 然后一个是Russell 2000的IWM的ETF 好吧这两个产品 我在上面你看我写着 我现在这个给大家展示的是标普500的一个K线图 上面我用黄色的地方我标注出来了 这个地方是我在这个区间里边将要做的事情 比方说标普的SPY 我这里说的是ETF 上面标的是ETF的值 目前的价格目前的值 我这里标的不是指数 因为指数标普500的指数和标普SPY SPX和SPY本身中间是会有部分偏差的 所以我这里拿出来的是SPY的指数和K线的状况 跟大家来讲解 那么在这个区间 你比方说标普这边 我的上面是319到下方的295这个区间 就是319到295 这是我的一个预计准备去交易的一个区间 交易的策略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会去做 以反弹做空为主 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就是打空头 其实我说了我多空都做 但是在乎于它的运行区间价格仓位以及我的策略 因为我说了我下到2700到2900我就做多 对吧 现在这个位置如果反弹到319这个附近的话 我是做空的 所以多空我都是做 我不是说长期看到一个方向 我就死拿着的一个方向 或者死盯着的一个方向就怎么样 投资需要灵活 好吧 所以我们的市场共同的 我们的对手是共同的是市场 并不是说我们听节目看节目的散户 我说我要做空 然后你做了多 你就要过来骂我 说你这个大空头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大家在投资上心态要放好 市场多空都没有错 随便你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方向和坚定 知道自己的交易策略是什么 OK 那么话说回来 到这里 比方说标普这个地方319和下面的295 这个我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个区间呢 主要是通过两大块来得出来的 首先我声明一下 这个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操作策略 和我个人在平常的交易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性的积累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我来指导我个人的交易的东西 如果你不是很明白 或者你不是很懂这些东西 你把我的拿出去做参考做研究就可以了 你千万不要按照我的这个交易思路去做 因为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 让止损止盈幅度不一样 不然的话这个会避免导致很多的争议 好吧 我就讲讲我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这个值的得出通过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根据目前在技术面上 技术面形成的这么一个 在最近的上个星期的交易里边 整体的一个走势状况 得出来的一个技术面的走势 上方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接近于上方的 在6月10号的这个缺口位置的 这个跳空低开大幅低开的这个缺口位置的 上方缺口位置的这个319 实际上它是一个317 这是SPY 就是标普的ETF 500的ETF SPY 是在317 但是我这个地方是放到了319 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些一点点的偏差 这是第一个上方的缺口 那么下方的这个低点 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6月15号周一形成的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低点 在这两个区间之内 我认为它是在最近的一周到两周的一个震荡区间 那么这个震荡区间 其实你说你做多和做空都可以 但是我已经说过 我对于它突破清高 我现在认为整体市场释放出来的消息 包括像市场的整体情绪 不像之前一样那么热烈 或者说大家一味的都是看多看反弹看微信反转 然后不停的追 现在大家相对来说冷静了一些 那么这种冷静下来之后 对于暂时性的突破前高 我持一个谨慎乐观态度 所以我会考虑上去以后高空 就是它如果有机会再上去一些 我会去高空 319这个地方是我的止损位置 所以今天现在的标普500的ETF SPY 现在是在308 306 308左右 那么这个位置还有点低 如果还有机会再往上反弹走一步 对吧 我会尝试在上面去做开空 开空的方式多种多样了 那么就大家自己 按照你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做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空的话 那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做空 好吧 如果你不理解一个产品是什么意思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做 不要随意的下手就好了 因为做空的损失或者做空的风险 是远远要高于做多的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做空理论上你的风险损失是无限大 是无限大 好吧 所以做空的风险一定要高于做多的风险 所以如果你不清楚 那么你就不要做 你也不要去相信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做了 不代表你也要做 你也不要相信我 拿我的去听一听 参考一下我的思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位置 我会去做一个高空的布局 然后下方的止盈位置会在295以上 295不破前低的话大概是会在298 297的位置 在这个区间之内 但是我会不会到下方的295继续去做多呢 不太会 我不太会 但是我会在这个地方 如果开空的话 会在这个地方去止盈 但是我不会去做多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就会回到我说的 我长期等待的2700到2900的范围里边 去进行震荡了 那就是一个中线的布局机会了 那就不是这种一两周 两三周的这么一个机会了 所以暂时我会选择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高空 刚刚我说了 这个里面第一个我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它的原因是由于技术面上的表现 技术面上的表现 至于技术面上为什么会展现出这个表现 咱们的节目实在有限 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很详细的解释这个东西 而且技术面上也不是说一堂课两堂课 大家都能听得懂的 因为很多人对于技术是比较反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太懂技术背后的 这个统计学的原理 所以技术可以用来作为辅助 但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判断行情的唯一标准 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指标 所以我说技术只是我现在这里边 说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是源自于对市场的经验的理解 目前从期权市场上 那么在下个星期五的这个期权合约市场上 它的这个Expect Move 这个预期的波动范围区间 就是在295到319 那么这个知识大家可能听起来 就是它的EM是在这个区间 这个概念可能你要非常了解期权是什么意思 了解期权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才能够去理解 为什么它的EM可以作为一种 我们在操作层面的一个参考 因为期权的这个EM的值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市场上 对于这个目前在未来的 这种市场的一种 预期的走势的一个判断区间 这个判断区间呢 如果讲复杂了就是讲简单的讲 大家认为在这个区间内 波动的概率是最大的 更多的资金 更大的资金 更强大的资金流 认为在这个区间 波动的范围是最大的 超出这个波动范围之内 很多散户才能挣到钱 如果不超出这个范围之内 很多散户做期权 那就是投机赌博 送人头 直接去送钱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市场里边 目前在下个星期 我这里都说的是下个星期 好吧 今天是6月21号 就是一周 下个星期周五的时候 截止到下个周五 它的expect move 就是在319到295 它的EM在这个区间之内 好吧 这是作为标普来讲 所以正好这两个是综合分析 一个是通过技术面的判断 在这个区间 另外一个判断 是通过期权层面的 一周的未来的这么一个经验性的判断 这个EM的判断 两个正好重合 所以就验证了我对于市场上 在这个区间去做一些交易的一个想法 好吧 这个就是从标普的层面 我会去做 反弹高空止损会再超过319 站稳了320之后 我会去进行止损 大概我的仓位 因为我会做两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会去做SPY 标普500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产品 我会去做什么 会去做Russell Russell 2000的ETF IMW IMW的整个的波动率 波动性区间就要比SPY要大一些 这个我可以也跟大家标出来了 这都是我自己标注的数值 那么下面下线的指引位置是在133 现在IMW是在140.9 我们按141来算 那么上线是在149 149其实你可以往上再提一点到150左右 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里边多少有一点点偏差 小说点后面有几位 有的时候我四捨五入 就没有那么精确 但大致的方向也是这样 现在的价格是140.9 那么也意味着它只要往上再走一走 比如说走到了146附近 145 46附近的话 OK 或者144附近的话 那么我就会出手 还是一样做高空 高空做到下方的这个位置指引位离场 因为一旦破了这个位置 就会进入到下面的一个 这个trading的一个区间里边去了 那个就是另外再另说了 是另外一个结构形式上的东西 所以这个同样得出这个区间结论也是 第一是利用技术面的分析 然后结合着在期权层面的EM 去综合性的进行一个判断 来得出的这么一个交易区间的一个结论 这个都主要指的是对于下个星期的 一些操作的一些指引 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听起来 新手听起来很复杂 并不是很难 并不是很能理解 这个我也理解 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这个策略是适合我自己的 适合我自己的 而且我也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去止盈 知道在什么地方去止损 但是你可能听不懂的情况下 你如果跟随着这个东西去操作 可能会造成比较重大的损失 特别是很多人还没有办法理解做空 或者是做空的工具都怎么样 怎么去控制风险 控制仓位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会面临的风险比较大 希望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 仅仅把我这个思路当成一个参考 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做标普要做空 我刚才说了 这个星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好的消息 而且已经是进入了一个上行乏力的区间 为什么我要去做Russell去在高空反弹做空 因为Russell实际上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应该去上涨的一个理由 因为Russell的中小企这边更没有任何的理由 之前拿的PPP也用的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现在的主接贷款这边 主要是对大公司企业贷款 跟这些Russell2000后面的中小型公司 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美联储这边该说的话也说完了 那么现在的市场的整体的救助计划 没有什么可以刺激掉它们的 所以它没有理由去大幅的上涨 除非出现一些特殊的消息 OK 出现特殊消息如果达到止损点 止损就OK了 所以这两个地方 我是准备一起SPY和IMW这边 是一共大概会做一个30%的一个仓位 30%的一个仓位 然后对吧 止盈止损和空间区间 震荡的区间我也都说过了 我的原则是反弹上去以后 在这个位置去做高空 空到下面这个地方去止盈 那么如果破位的话 那么就是后面的事了 后面破位之后 等它反弹以后 那就会接着再空了 一直空到2700到2900这个区间之内 然后再去干嘛 再去进行一个买入 做多的一个动作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简单的 和大家来讲了讲 关于我的下周的一些操作策略问题 希望大家去理解这个思路就好 我讲这个的目的 不是说让大家跟着去操作 是让大家去在平常的 自己的操作过程中 好好去理解一下 就是你在做每一笔操作的时候 你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都要知道你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你在每一次下单 点击买入或卖出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当市场如果按照你的预期发展 你会干什么 如果市场不按照你的预期发展 你又能做什么 而不是我天天脑袋一拍 觉得OK 现在我觉得我想买个多 或者我想做个空 我听到那个app主说了要做多 我听到这个app主说了要做空 我就跟着他们做 做完之后 结果自己你既不知道止损 也不知道止盈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后面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状况 你是很被动的 所以一直强调 大家要独立思考 你可以兼听则明 听很多app主 看很多的资料文章 看很多的东西 但是你必须要最终 做出一个独立的判断 是你自己逻辑内的独立判断 就是你自己知道 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不能那么做 如果你不能够知道 在下单之前你不清楚 那么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不要做任何事情 就是好好的观望 看不懂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下个星期又是新的一周了 看看市场上整体的一个状况 那么根据我刚才的讲述 我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 下个星期整体的波动幅度的范围 其实也就是那么多 整体的范围也就是那么多 也不会说突然间上行突破的特别多 下行突破的很多 更多的还是一个中间的震荡 好 这个就是我对于下个星期行情的一个分析 如果你觉得我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节目 打开小铃铛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 咱们就下个星期一的旁后再见